我是紫衣,今天挑战的任务是只能用单发鞠占领鸡岗 可是这一局鸡岗好像是没有人啊 落地只有一发喷子 回头再瞭望一些天空发现好多人 刚刚还说没有人,这一下就下饺子了 刚刚是捡到了M24 旁边还有一把AK,以防不测 听脚不声,紫衣的第一位挑战者上来了 他原来是个小白萌新 跳了一下,应该是结束了这把的旅程 这老兄也是单人四排 看ID也是个主播 估计这个人还得再练一下呀 有待加强 这枪击秒一百多米 差不多能打中吧 成功击倒 同时注意听这个枪声 有枪的地方肯定就有人 这样可以记枪声 同时也记住别人的位置 齐子依现在不仅在打架 最重要的是记住了他们的位置 感觉这把只用机苗M24就占领半个机杠 这老哥刚开车过来就拜拜了 估计此人还是一脸问号 要补掉的时候却发现平平打不中 我是不是太水了呀 现在不得不怀疑自己 面前又有一个直接一举爆头的 现在必须抓紧时间啊 不然时间拖得越久他们都会有三级头的 起来还在救 救是不可能的 一般被子依打掉的话很难会活下来 这局估计占领机杠差不多占领个七八成吧 电脑都来了如此嚣张 丢一颗燃烧瓶 因为子依刚刚注意到 死电脑是三级头甲不能浪费掉 如果直接用枪打 带久度可能会掉 这样应该是个全新的头甲 可是听到枪声 有个人居然光明正大地抢了自己的电脑 这老弟年少有为 还不赶紧把他补了 不然他队友再支援过来 感觉子依就凉了 差不多没什么危险的话 我们就双击去追空头了 追逐梦想 同时这一期视频我们升级挑战难度 用两把单发狙挑战一下吃鸡 这里这个空头有人节度先登 开箭一看老天助我 这两个人居然被炸死了 这空头是怎么回事啊 快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武器 就人顺起来 什么有人又有人了 来到一个局点位 他们居然还敢去 我只是表面溜的 聚导之后再换一个位置 他还有队友 来该去看看这个空头了 如果是AWM的话 这么说 还真的是 好 AWM配RM24 这就是我们决赛圈的终极组合 现在被远距离的人打了 现在不清楚敌方有几个人 但是这个人在跟子依对枪先让他倒下 同时又摸过来一个人 注意育苗的位置 一枪冒头 对我决赛圈应该是一波一打二 不满血量 来一波对枪 对面有一个SKS 你想跟AWM对枪吗 其实现在子依应该直接冲脸的 因为子依有五颗手雷 其实越到绝带圈 单发剧的作用就越来越小 以至于现在圈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先秒掉这个吉利福 却不了他队友手持M49等候多时 来回走位却发现根本没有掩体 我真的是太难了吧 大家可以把尽力发在评论区里 同时求一波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